今年来 国货品牌强势崛起 尤其是今年9月以来 国货话题热度升高 多家国货品牌抓住机会积极营销 取得销量上的攀升 双11购物节临近 今年在电商直播间收获托天富贵的国货品牌是否迎来又一波销量高峰 在位于成都市清白江区的一个日化用品生产园区内 各家企业的生产线马力全开 其中就有因为直播间意外爆火的某国货品牌成都代工厂 今年9月 由该工厂员工组成的老年直播团在尝试直播一个月后 凭借各种名场面意外出圈 某平台粉丝量一路飙升到近700万 让拥有70余年历史的某国货品牌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但令该工厂副总经理胡文忠没想到的是 越是临近双11购物节 直播间的人气以及下单量 反而越下降 今年从直播火了之后 这个产量的变化就是 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4.7百 员工增加了240多个人 恰恰在双11期间 我们的这个销量还下滑了30%到33% 最高是在线的人数达29万6 在双11期间下降到了6000到1万5之间 现在我们的产量还是维持在这个10.7百 餐都没有讲 但是库存在增加 所以我们也会尽快地想办法来把这个库存进行提升销量 对于直播间热度的下降被网友亲切称为眼镜大叔的万众 早有心理准备 现在粉丝量的下降是个正常范围我认为 因为那个热度它始终都有个它有个自然规律 这个是无法抗拒 质量是排的地位的 那个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也是我们给粉丝的一个媒介 如果说资料过不了关 粉丝凭什么来喜欢你 你凭什么让粉丝来喜欢你 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不足以不长久 不可持续 更多是要我们真诚对待粉丝 就是把产品质量做好 这个才是主要的 随着直播电商成为新常态 创建于1970年的成都某日化企业 也在印证该企业在布局方向的判断 临近双十亿的情况下 现在目前整体趋于不同的一个状况 就是现在的分流还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传统的一些就是电商平台 虽然现在目前就是各个平台的就是官方大处 活动也比较紧凑 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呢 我们品牌来说呢 它也并不是说就是有太多的一个就是明显的一个爆发 像一些直播平台的话呢 它的增长是迅猛的 甚至是成几何极数的增长 但随着这个国货热呢 我们下一步会加重对直播电商平台的一个构架 这个就是把传统的电商平台 往直播电商平台去做一些转型 目前我们正在加速的去追赶这个时代的潮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璐认为 对于国货品牌来说 自身产品的品质过硬是最关键的 在合适的价格策略之下 再搭配适宜的宣传渠道和方式 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销售效果 对于这个观点 负责营销工作的唐云飞十分认同 不管是从平台的整体的访客流量 以及就是对我们产品关键词的一些访问的 一些热度 我们都可以看到跟9月份国潮热 刚刚比起来的时候到现在 从时间维度上来说 它已经在各个数据方面显示出了地减的趋势 不仅是做这个情怀 因为国货本身的品质 实际上是得到了几十年消费者的认可的 包括很多一些就是老的国货品牌 我们下一阶段的话 想在就是 除了产品力的持续输出 以及我们的产品包装形式的优化以上 我们再多做一些就是营销上的就是宣传和推广 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 国货这个产品它本身是有产品力的 本身它是好的产品